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的金句是《約翰福音》3章16節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神愛人愛到一個地步 甚至將自己的獨生子耶穌賜下 成為人的樣式來到地上 為的就是叫所有相信他的人不致滅亡 反而得到永恆的生命 不知道這節經文有沒有令你想到哪一個字呢? 我們先抽出一些重要的字 神愛世人的人字 獨生子的子字 一切的一字 將人、子、一組合起來 我們就見到個全字了 全是什麼意思呢? 《彼得前書》1章25節說 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 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咒思者道 什麼為之主的道呢? 額耀來說就是指神的話語 剛剛說到的神賜下獨生子給世人 相信的人都會得著救恩 這就是記載在聖經裡的神的話語了 神的話語也即是神的道 是永存的 不會改變的 基督徒所傳的這個福音 這個道不會因為時代變遷 地域轉移 人物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任何一個人 何時來到神的面前相信祂 都會不致滅亡 反得永生 所以這個夠熟的福音 每個人都應該仔細思想 認真接受的 下次的金句是必有同女懷孕生子 說到的就是耶穌出生 這節金句令你想是個什麼字呢? 下次再談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